運動對不對 你都在裡面做運動 那你會不會對你這個運動的地方 樹要被移走 然後該派出所 那你會不會對這個事情生氣 其實你們可能不知道 每一個角落他們都是有地盤的 就是說我這個團體 他們常常是一個團體一個團體 我在這個團體運動 這裡就是我的地盤 比如說我來運動 你們為什麼站在我的位置 這裡是我在運動的 所以那個 就是說我們說老鼠龍 你要是越來越小 那個老鼠是越來越緊 公園就是這樣子 所以有一些人比較 那個角落運動的 他們就比較反對 另外這一頭角落的 他們就比較不反對 甚至會這樣子 所以當有人去抗議的時候 也許附近的居民 當然有人甚至贊成 該不會做好 那大家有出來連署的時候 我剛剛講的那個狀況 我們的政治人物就很厲害 他就會拉這個去打這個 他就會拉這個去打這個 拉這個去打這個 我們都贊成啊 那甚至那時候連署還有好幾千分 我記得三四千分 單單紙本的 就在公園裡面連署就單單 那其實後來還有一些環保團體有進來 他們在網路上連署 整個應該要四五千分 可是政治人物就是這樣子管 因為那時候要選舉 五都要選議員 然後議員就跟你講說 我們的暫體我們不蓋了 我們圍裡會撤掉 那個我也有拍到 他說我們七天內我們圍裡就撤掉了 然後不蓋了 他還拉農業局 拉警察局來演戲給你看 警察局說我們回去考慮 農業局說 我們一定那個數位好好移植怎樣 很多人就相信了 當在抗議的時候不是幾百個人來嗎 我們第一次十月十號 十月十號在看影片的時候 也是很多人來看 十月十五 抗議那天是十月十號 那看影片 剛剛你們看到那個 看影片那個是十月十五 可是當第二次再看 因為後來有去台北縣政府陳情什麼的 我就陸續拍 我大概一兩個月都有拍 就是一兩天就剪影片這樣 當第二次要播電影的時候沒有人來 因為大家都說不蓋了 那個議員已經保證不蓋了 然後有另外一票 就是這一區的或是另外 另外比較偏那個黨 我不要講哪一個黨 偏那個黨的就是說 你看你們一定要選那個議員 你看多有效 他說不蓋了 因為就鬧得很大 因為要選舉所以就停掉了 那個是十月的事 十月的事 因為十一月要選舉 所以就十月十幾號這樣子 就整個停下來 然後一直到選完 也沒有動 什麼時候開始動呢 就是十二月二十五是台北縣變新北市 2010年的十二月二十五 台北縣變新北市 然後就在十二月二十四當天一天全部移工 那其實那一天還是有一些民眾有來啊 不要理解什麼這樣子 要去找誰 已經沒有對口了 因為那天已經沒有政府了 所謂沒有政府是因為台北縣在二十 我記得好像是二十 二十二十二十一號已經總辭了 台北縣就是縣長什麼已經總辭了 所以那幾天是沒有台北縣的 可是又沒有新北市 就是無政府狀態 對 就是無政府狀態 對 就是無政府狀態 然後那些人來抗議的時候 也不想要 沒有人管你 然後一樣警察舉牌 你們已經違反吉偶法 什麼什麼這樣 然後有一件事情我沒講 就是後來 那個 那個來抗議的人 甚至還被吉偶法移送 還被當吉偶法的守謀移送 所以從那個事情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你人民的力量到底在哪裡啊 你說你是土家 到底你是什麼土家 或是說人民跟政府的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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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處理過程 還是說那個 權力的結構 我們那個架構 到底是怎麼樣 我們一直講 我們是民主國家 從這裡 我一直看不出來 我們到底是什麼樣的民主國家 由上 一直下來 當我們要由下去 去做一些事情的時候 馬上就 其實一開始是很棒的 很棒的 我們也只能說政治人物 太 這個東西是他們熟悉的 他們很會 運作這個東西 然後就 人就越來越少 越來越少 然後到最後就是大概 就是12月24那一天 大概只剩 只剩五六個人 十個人 幾百個人都不見 那幾百個人都不見 我想要問一下這個事件 像是動物有什麼爆料 那像這樣子 就是那時候 議員是有來的 你是有 能用拍照 之類的 不能去投訴他 這個東西 有時候我們在講爆料 你要很明顯 譬如說我們講 林醫師好了 對不對 林醫師因為他有個部命 一拿出來就一刀斃命 對不對 我們所有的爆料 常常是這樣的東西 或是我們說那個 媒體說的淫謀 淫謀 所以說他有那個樣的東西 我們的媒體去爆這個東西 而且民眾很容易理解 那個東西就出來 可是石料公園他不是這樣 遺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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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後面的東西你不知道 然後他也說 那時候是板腳事工所 通過 然後台北縣義會通過 對啊 依法行政到這裡 那 要 要 你怎麼要爆 你要爆什麼料 對不對 你要爆料的點是什麼 你要爆料的點說 這些人把樹移走 或者說你剛剛看到 有那棵樹這樣子 有多少人有感覺 你會覺得說 那樣子好可憐 我會掉眼淚嗎 對不對 譬如說我剛剛在分析說 我從石料公園看到有那麼多問題 對不對 可是這個是因為我去深入了解 我看到 或者說你也許你比較有感覺 可是當這樣的新聞出去的時候 我們的 因為我們每天都在 吃那個從最上面下來的那個東西 有沒有 那一盤 雖然那看起來很噁心 可是很多人吃起來很香耶 他覺得那個東西是很香的 他覺得這個世界是很美好的 他對那個 我們這個東西是沒有感覺的 所以回頭過來 我一直認為說 像這樣的課 或甚至說我們在社大上的課 那個才是我們 有機會去改變 有機會去改變一些人的看法 或是有機會去改變一些結構 或者或者 譬如說 譬如說假設石料公園是發生在旁邊 好 那你們這一班的人 你們就是骨幹啊 你們就可以真的想說 雖然你們不一定住這裡 可是就在你旁邊啊 你們是不是願意去說 我們來發動連署 我們來發動連署 然後甚至我們來開記者會幹嘛 也許你們這一班你們就可以這樣子做了啊 我們社大的那一群學員 那個就是他們身邊的事情 他們就可以做了啊 那個才是 才是有辦法去 我覺得去對抗 去對抗的某一個 某一個東西的那個力量所在 可是這個東西是很慢很慢 為什麼你這個課不是滿滿的 我講實際話啊 譬如說我們在板橋市到我們的課 十幾個就很多了 可是我剛剛在辦公室 我看到很多課畫猴框的 有沒有 那個都額滿 那個連旁聽都不準的 為什麼 因為他覺得那一盤很香啊 不能講這樣啊 這樣不公平啊 不能絕對這樣子講 可是是不是很多人覺得 你這個又不重要啊 我為什麼要花那個時間來上大升工 或者為什麼要上我們那個課 真的我們的課都是甚至很各位素的 可是為什麼有人的課都是滿的 那這個所以 所以為什麼我一開始要請大家坐近一點 一方面是我講話不用太大聲 二方面我覺得我需要溫暖 我覺得大家很近的說 假設大家都坐著這樣哩哩啦啦 很上我覺得我講起來也沒有近 我覺得好像距離很遠 大家也不是同一國的 可是應該不是這樣子啦 感覺應該不是這樣子 就是說我們我們要 要有 就是有繼續走下去的那個動力到底是什麼 像我現在大概四年 四年應該算很之前 其實應該算資深了啦 算資深了 可是我覺得四年還早 還早 搞不好我也在期望下一個大普世間再來 不知道啦 不知道 也許不是我報 可能是某一個公民記者報 那個就是遍地開花 遍地開花 然後我一直認為公民記者 你就是去點一個小火 我一直認為這樣子 你就是想辦法去點一個小火 然後讓那個 雖然那個火光很微弱 可是有人看到大家就來加火 加火阿媽那燒起來 我從大普 大普那個事情 我覺得就是這樣子 那就是一個很明顯的例子 所以我們不要忘記北國 我們其實是很有力量 然後我一開頭 我是媒體 後面那個問號就 就拿掉了 就是驚嘆號 我是媒體 這樣子 好 好 你要問 其實我們想做 可以想老師做這些 就像 我講來英文話就像一個刺蝟 他第一個刺我 第一個刺我 可是想好英文話就是喊心 很多觸角 可以觸發到別的地方去 所以說 老師剛剛講的 忘記北國的刺蝟 很好 我們不要忘記北國 會想這種聚會的 而且會談 所以現在 我就常常會去台中 台南 高雄 然後就跟一些公民記者聚會 有時候是私底下的 不一定是他們辦聚會 可是我就是要去跟他們穿 那像今天的這個 他們有一群就是 專門在監督台中市政 他們都自己稱貂蜜 這樣 稱貂蜜 然後他們 我覺得他們就是很有公民意識 對 很有公民意識 好 感謝 好 謝謝 還有卡片喔 有 但是很醜 老師